撒姆尔记下第22章 在耶和华拯救大卫脱离所有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唱出这首歌的歌词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助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 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我的救助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 就得到拯救 脱离我的仇敌 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 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 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 急难临到我的时候 我求告耶和华 我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进了他的耳中 那时大地摇旱震动 天的根基也都摇动 他们摇旱是因为耶和华发怒 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 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 连炭也烧着了 他是天下垂 亲自降临 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 他乘着基禄帛飞行 借着风的翅膀急飞 他以黑暗做他的隐秘处 他以浓黑的水气 就是天空的密云 做他四周的围杖 从他面前发出的光辉 火炭都烧起来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 使他们四散 他发出闪电 使他们混乱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他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 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 他又领我出去 到那宽阔之地 他搭救我 因为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报答我 照着我手中的清洁 回报我 因为我谨守了 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因为他的一切典章 常摆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 我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 做完全的人 我也谨守自己 脱离我的罪孽 所以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 在他眼前的清洁 回报我 对慈爱的人 你显出你的慈爱 对完全的人 你显出你的完全 对清洁的人 你显出你的清洁 对狡诈的人 你显出你的技巧 谦卑的人 你要拯救 你的眼睛 查看高傲的人 要使他们降悲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照明了 我的黑暗 借着你 我攻破敌军 靠着我的神 我跳过墙员 这位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镜的 凡是投靠他的 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这位神 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他使我的道路完全 他使我的脚 像母鹿的蹄 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他教导我的手 怎样作战 又使我的手臂 可以拉开铜弓 你把你救恩的盾牌 赐给我 你的回答 使我昌大 你使我脚底下的路径 宽阔 我的两膝动摇 我追赶仇敌 把他们追上 不消灭他们 我必不归回 我吞灭他们 重创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你以能力给我束腰 使我能够作战 你又使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人 都屈服在我的脚下 你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转备逃跑 使我可以歼灭恨我的人 他们呼叫 却没有人拯救 就算向耶和华呼求 他也不答应他们 我捣碎他们 像地上的尘土 我打碎他们 践踏他们 向街上的烂泥 你救我脱离了 我民的征镜 你立我 做列国的元首 我不认识的人民 要服侍我 外族人 都向我假意归顺 他们一听见 就服从我 外族人大势已去 战战兢兢地 从他们的要塞走出来 耶和华是永活的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拯救我的神 我的磐石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 他是那位为我伸冤的神 他是万民浮在我的脚下 他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你还把我高举起来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 因此 耶和华啊 我要在列国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又向他的受高者施慈爱 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诗慈爱 直到永远